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9月17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最近关于恒大汽车有一则传闻 是说广汽集团或将并购恒大汽车 这是新京报报道的 对此广汽集团官方还做出了回应 并没有这回事 实际上有的时候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从恒大汽车来说 这个迟早是要被人并购的 没有办法独立发展 那具体的是广州汽车收购恒大汽车 还是别的 比如特斯拉或者是小米 或者是等等对吧 去收购恒大汽车 还是一个财务投资者 比如看好新能源汽车的 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自己做新能源汽车 那么他愿意作为二股东 作为一个财务投资者 投一家很有前景的这么一个新能源汽车 这样的一个战略投资人 这就是恒大汽车的两种命运 为什么谣传管器集团要并购恒大汽车呢 这个非常好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恒大整个资产都在广东省工作组所上 他们在整合 那他肯定是最优先找这个广东省内的 这些造车企业 造车新势力跟他们去谈 这恒大也还有个造车的资产 是某种程度上是政府的一种安排 这个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从许老板角度来说呢 他是不愿意被这些行业投资者并购的 为什么呢 因为管器集团这样的公司 把恒大一收购之后 这个恒大就变了主人 管器集团是要控制恒大汽车的 言下之意就是许老板得走人 从目前这个许老板表现来看 许老板对恒大汽车这个是不想放手的 就是他可以卖可以吸引战略投资者进来投资 他可以把股份分享给别人 但是呢他还是要控制恒大汽车 所以对许老板来说呢 他最希望的是那种财务投资者 你只管出钱 其他的不要问 我五年之后给你什么回报 股价翻几倍 你的投资能够收回去多少 等等这样的承诺 而管器集团这样的买家 他来了之后是要把原来的管理层 原来的大股东都要清出去 不管怎么说啊 恒大汽车最终是要被别人收购的 很难独立发展 实际上许老板恒大 对于恒大汽车来说 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负资产 因为恒大爆雷了 恒大信誉受损 他再去操作这个恒大汽车 对恒大汽车这个品牌是不利的 接下来我们再聊碧桂园 大家看这个图片啊 这是叫碧桂园 西南善城一期 天瑞府执金班族 叶盛旺 结算工资表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来自安徽西南部 一个小县城的 名字叫叶盛旺 这么一个人啊 跟着他说的 可能还是我的老乡 就安徽西南部 一个小县城嘛 然后呢 他到贵州贵阳市 务工 在工地上 从事执金工作 就是干金工啊 扎干金啊 他呢 从2019年5月份开始 带着三个工友 肯定是老乡啊 一起在贵阳市 官商湖区 碧桂园 西南善城天悦府 17这个14号楼啊 项目 执金 施工单位为贵阳 第一建筑集团股份研究公司 到2020年前 工地完工 办好结算后 至今还欠我人工费 两万元 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 一直在讨薪啊 正好赶上 这两天啊 贵阳市不是疫情吗 所有人都居家 这些人也没有工作 找不到活干 一个人在外地啊 举目无亲 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我说了啊 这个事情跟碧果园有关 碧果园的项目 欠薪 不知道谁欠的 因为中间环节比较多 但是最终都是碧果园的事 大家再看一个视频 这是山东 朱城 山甘碧果园 因借款不还 被普发银行 违方分行起诉 银行起诉了碧果园 实际上就是 碧果园的朱城项目 欠银行的钱 被银行起诉了 可见这个碧果园 确实缺钱呢 资金流动困难呢 咱们再看个视频 大周我说了 你第一点开 不要拍到我的脸 你不会拍 我那太多不得拍 然后第二件事 是保大家办产证 所以我们现在账户的钱呢 拿不出来 给大家去做延期赔付 首先第一件事 开发商的延期 这件事实 开发商没有不承认 一直是承认的 从合同约定 4月30号 到今天的所有延期的事情 我们都认 依照政府的相关文件和合同 我们都是认着这件事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 是没办法履约 去赔付现金给大家 那么开发商现在盘点了手上的资产 我们也理解大家想去抵什么维修基金 想去抵物业费或者是其他的费用 我让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个维修基金和期税 这个东西不是交给开发商的 是交给政府的 所以开发商没有权利去给大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物业费 开发公司和物业公司是两家公司 所有开发商给大家免除的物业费 都是需要开发商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到物业公司的 那么如果开发商有这个现金支付给物业公司 那么开发商为什么不把这钱给到大家呢 对吧 所以现在这俩的路子是没办法走 那么开发商现在手上的资产只有车位 因为我现在只能拿车位去抵了 所以我们在原有赔付的合同约定的基础之上 把车位的这个券做了膨胀 比如说这个大家这个70平的6559步行的这种 所能正常的赔付应该是在15000左右 或者13000的样子 那么往上做膨胀 然后在集中交付期间额外多了4000的优惠得到这边 因为确实开发商没办法得到现金 所以在原先赔付既有的它扩大了这金额 让大家去扮助脑袋去拿到车位 现在我这我知道我们已经听懂了 但是我再说一句 你们现在等于是没有钱赔给我们 也没有钱给物业 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钱给你们 这个事是这样的 那怎么办 你既然没有钱可以耍乐 我们没有钱也可以耍乐 一样的对不对 这个6万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车位 标准车位 标准车位 它上面没写微型车位 没写字母车位 标准标准车位是多少平方 不是充电桩 标准车位是多少平方 标准车位 我们应该在13左右 大小都是一样的 可以到地下去看看 基本都是标准车位 我充电桩车位 听你有关系没有 那我问你 你现在已经是不是超过了90天 没有超过了90天 那是多少天 除去免责还有89天 89天 你的意思就打这一天的擦天球 对吗 这个东西先不要去说它 我就问你 你们实际上是不是该赔赴我们 不是实际上是不是该赔赴我们 你正面回答我问题 按照实际上是不是应该赔赏我们 这个具体违约多少天 你是不要管几天 哪怕是一天 哪怕是一天 你是不是应该赔赏 按照合同来说 只要延一天 是不是应该赔赏 对 但是你这个钱 但是 现在你不要说了 但是 你这个钱为什么不能到位 行 你说完了 对 那你听我说还有一个 你钱 你是以你没有钱为理由 是不是那少流氓 是 我认为就是 是不是那少流氓 对 合同完全没有把握到我们 我们不要 那你没有钱 我们也没有钱 怎么办 你少流氓我们也没有 对不对 你这个合同 你这个合同根本 根本就没有把握到我们 首先第一件事 按照合同约定 再排除各种不扯倡利的因素之后的天数 有违约一天 我们按照合同来履行的话 应该是要赔付现金的 对 对吧 我这话说的很严谨啊 对对对 在排除这种不扯倡利的因素的日子以外 年期的日期 应该是做赔付的 啊 这个是第一个事 对 第二个开发商现在确实拿不出来钱 你拿不出钱是零吗 对 这个视频啊 是宁波寒州湾碧桂园这个业主维权啊 大家看完了 实际上啊 就是宁波碧桂园这个项目啊 预期交付 然后据说这个项目啊 开发商还没有大正 属于违规 第三个呢 这个项目说好的配套没有了 配套烂尾掉了 没钱盖 第四个就是合同约定的是金装修 但是呢 这个金装修房子达不到交付标准 这个质量问题非常多 所以这些业主在这维权要求开发商赔偿 开发商也答应赔偿 但是没有现金 就是给券 然后给车位抵 宁波的经济发展的还是不错的 宁波的当地购买力 那还是可以的 宁波是算强二线城市吧 也算二线啊 比杭州可能稍微差一点 那比内地的或者北方的某些省会城市可能都要好 但是杭州你看碧桂园 项目中央出现这个状况 就差一点就是浪尾 实际上我们反过来说啊 你很多项目现在烂尾了 现在是保交楼 到时候楼给你保好盖好 交到你手上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B国元这个项目一样的 就各方面都达不到你标准 所以说啊 B国元现在很多项目都在交付 实际上他是在流血交付 就是实际上他也没有钱 他只能降低标准 勉强把房子盖完 把房子交到大家手上 他没有办法按合同约定的那个专修标准 那个配套 也没有办法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 所以从这个项目咱们就可以看出来 B国元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是这么操作 他宣传呢 他还卖出了多少套房 交付了几十万套 可能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对B国元的投诉啊 是越来越多 最后就是什么 反正没钱 要不你就告去 你告最后也是这样 告到法院 法院也不能怎么样 你看他楼盖好了交给你了 然后就顶多啊 盼赔你多少钱 B国元反正也没钱给这个项目结束了 你只能告这个项目赔钱 你不能告那个B国元总部 或者是杨国强 或者是那个他女儿首付啊 来给你赔钱 那个是法律官也不成立的 你只能告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赔你钱 这个项目倒是一结束完了 一交付 官司的很难打扯皮 刚才咱们也看了山东诸城这个项目 银行起诉这个项目 银行都没辙啊 总之啊 无论是欠农民工的钱 还是欠银行的钱 还是这个对业主啊交付质量下降 达不到标准等等 都说明了B国元现在日子非常难过 举步维艰呢 随时都有爆雷的可能 这里有个小笑话啊 就关门B国元的 说有一位先生啊 前一段时间就看B国元的跌平别墅啊 降价价格非常诱人 本来开盘价是400万 现在打折打到300万 他非常高兴 就把股票啊 卖了去买了一套别墅啊 当时觉得自己捡了便宜 张乐观很开心 但是呢 最近B国元业子搞促销 搞降价啊 他这个楼盘呢 去一看啊 现在只支260万 相当说降了40万 这人很不开心啊 本来以为自己抄底了 结果底下还有底 好在啊 说这个哥们是一位股民啊 所以股民应该有的素质 愿赌服输的这个品质 他还是有的 所以每天愁眉苦脸 唉声叹气 但是呢 说他最近啊 把这个股票软件打开 一看啊 突然心情就愉悦了 豁然开懒了 为什么呢 他说幸亏啊 把股票卖掉了 否则啊 他在股市上赔的钱 可能就不止40万了 有100万 还是买房合适啊 赔的少啊 虽然是个小故事 但是啊 现实生活中可能就是这样 我们再看一看啊 各地政府 旧市有采取了哪些措施 首先西安市啊 出台人才购房优待政策 研究生学历 直接获购房资格 近日 中共西安市组织部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等等啊 研究制定 西安青年人才一战 工作实施细则 其中 第十条购房优待明确 入战青年人才 在不超过我市住房限购套数情况下 可在限购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或者二手住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只要是西安市认定的青年人才 那么呢 你就可以在西安市随便买一套房 就是向特定的人存啊 放开限购 西安这个啊 不算什么特别的政策 我们再看一个深圳的 大家看图啊 深圳南山补贴人才租房 单身可申请35平米 三年补贴5万元 深圳市南山区住房和建设局发布 关于受理2022年南山区企业人才租赁 社会承量住房补租的通告 其中提到 房在南山区企业和机构工作的人才 满足相应受理条件的单身可申请补租面积 35平方米补租单价是40元每平方米每月 两人及以上合租或家庭可申请补租面积65平方米 补租单价40元每平方米每月 以此来看补租期终为三年 即单身一共可领取租房补贴5.04万元 这个深圳啊 也是对人才进行补贴 他不管是说给你什么购房资格 直接就给你补贴了 你的租房一个人一个月35平米 然后是每平平40块钱 相当于一个月给你1400块钱的租房补贴 大家不要小看深圳市这个政策 像这个一线城市一旦出台这些优惠政策 那实际上对那些二线城市都是一个打击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人才是愿意去郑州呢 还是愿意去西安呢 还是愿意跑到深圳去 如果这个人才啊三个地方都可以去的情况下 那么他肯定要去深圳啊 你看深圳钱多 而且直接给补贴每个月1400 所以这些一线城市或者这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 比较富有的省份 一旦出台这种优惠政策 补贴政策 实际上对这个中部啊西部啊北部这些城市来说 都是个打击啊 直接就把人才吸走了啊 等你中部城市啊等你郑州或者是石家庄 你也补贴1400的时候 人家深圳可能就补贴2000了 总之啊这些中部地区 你的财政没有那么的钱啊 这也是为什么苏州市啊全面翻开限购啊 只搞了两天马上就停掉的原因 因为苏州啊一旦翻开 那对内地很多其他城市冲击还比较大 啊这里还有一条消息啊 这个消息不知道真假啊 就是说的是广州增城啊 广州增城有个项目叫 保利中行二期刚开盘的时候啊 高峰期是将近三万一平米 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啊 他的二手房挂牌价就已经跌到了两万五 但是呢即便是两万五 听说也没有什么成交 后来有业主啊想卖就是卖不出去 只好啊价格一路走低 挂牌挂了两万 就是你看最高峰的时候是三万一平 到今年就跌到两万一平 但是啊说小区有位业主急着要钱 他那一套啊96平米的房子挂出去 两万没人买 但他又急着要钱 最后啊他把价格改到一万三 以一万三美平米的价格成交了啊 最高峰的时候这套房子 只将近三百万 现在卖出去呢大概是一百二十三万 那就是跟最高峰比的话 相当于打了四折 这是在广州啊 保利的中行二期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一个很多城市啊都是有价无市 价格飙在那跌了啊 跌了百分之二十 跌了百分之三十 这值得就是二手房啊一手房都不让你跌的 二手房相对还比较自由一点 比较能反映市场的现状和真实情况的 虽然二手房也有制造价 那二手房一直在跌 跌了百分之二十 还是无人问津啊 就是没有人买 你要想成交 那这个成交价是很难琢磨的 那这个业主急着要钱呢 他只能不停的往下降 一直要降到有人买为止 降到一万三 好了买价出现了 觉得可以 这个一万三 离那个小区的二手房的挂牌价一万九 也下降了将近六千块呢 相当于又打了弃者 所以啊这个让小区的业主非常不满意 为什么呢 就是他一个人这么降价卖 把整个小区的价格打下来了 所以这些业主啊都跑到卖房子 这些业主那闹市 维权 不让他卖 阻止他撑交啊 这种超低价的恶意降价行为 严重扰乱了房地产市场秩序 动摇了这个最宝贵的信心 当下国家是要稳楼市 稳预期的 说这个私自降价行为啊 始于国家的这个大方向背道而驰 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自私自利之举 就是业主自己降价卖房 别的业主来捣乱 我想这来捣乱的业主啊 十一八九是炒房 就是炒房子的 一般自住的人啊 他很少去打听 我这房子今天值多少钱了 明天值多少了 一般人比较少啊 极个别的会去问 那对价格敏感的都是炒房的 都是在房价最高的时候 自己加了杠杆 三万块钱一平米买的 本来现在他涨到五万卖的 结果现在跌到两万 又还要往下跌 还有人扎盘 这些炒房的人呢 就受不了了 什么手段都要用 但是呢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 这个财经杂志啊 有篇报道啊 财经网的 在中秋节当天啊 财经网到河北的河建市啊 去探访当地的楼市情况 这个财经网的记者啊 到售楼处看 这个短暂的停留期间啊 本来中秋节那个房市啊 售楼处应该是人头传动的 但是啊 说他去到售楼处啊 就来访的人寥寥无几 门口罗雀啊 这位记者写道啊 他说于一二线城市 选择送物业 送车位 送金条等一系列大力促销举措不同 现成的营销手段 另批蹊径 中秋节的第二天 9月11号啊 两位中介朋友圈 都发出了某项目 即将涨价的消息 文件显示 销售部门决定9月20晚12点后 将所有在售项目 剩余房源 在限价基础上 每套房总价上调 一万到三万元不等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县城的啊 本人的房子就卖不动 中介节啊 十楼处都没人 你做什么促销活动啊 都没用 那这些项目啊 干脆就自暴自弃了啊 反正降价也卖不掉 不如来个涨价 涨价去库存 想出其不意啊 因为他在朋友圈里面啊 再到这一宣传 这房子要涨价了 说不定会造成有很多人呢 困惑 以为房价见底了 要涨了 吓得赶紧去买房 这就说明这些四五县城市啊 这些县城的房子啊 基本上是死水一堂啊 没有任何购买力啊 反正降价也卖不掉 促销也卖不掉 干脆破罐子破摔 涨价卖 看看能不能起效果 这就叫反其道而行之啊 最后大家再看一下啊 这个天津市啊 发布房地产调控新政 天津市作为这个直辖市啊 这个房市好像一直不正 天津市的烂尾楼啊 这个鬼城也非常多 天津市的所谓的房地产新政啊 有这么几个重点 第一个对60岁及以上成员居住家庭和生育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可凭居民家庭户口本在本市原住房限购政策基础上再购买一套住房 第二个持连续缴6个月及以上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证明可在本市购买一套住房 第三个无个人购房贷款记录且在本市无房贷居民家庭已结清购房贷款且在本市无房贷居民家庭首付30% 第四个居民家庭在本市住房限购区域内持有住房达到限购套数后将其中一套住房出售可再购买一套住房 但家庭住房总数不得超过二套 实际上啊天津市啊如果咱们仅仅看他的这个房地产政策啊一点心意都没有啊 这些措施啊别的地方早就玩烂了早就退出来了人家都已经开始放开限购了 他这还是讲就什么六个月的社保啊还讲什么几套房啊还什么又认房认贷什么首付30%啊 这个跟很多地方相比啊这个政策都是非常落后的 但是啊大家要想到啊这个天津市啊好歹他是直辖市啊 而且你说他算一线城市吧他好像又够不上 但是你要说他是二线城市恐怕天津人又不答应 所以天津的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啊你这个时候看天津市的这个房产行政啊 你应该从一线城市这个角度去啊作为一线城市天津市啊迈出这一步啊那这一步就算很大的一步了 毕竟上海啊北京这些都还没放开呢天津已经卖了一步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二线城市说跟合肥比跟什么南京去 你要跟这些城市比啊那天津这个房产行政啊没有任何心意 但是你要把它给北京和上海比发现他大胆的迈出了一步啊 率先打响一线城市松绑的第一枪 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